8月4日由选国林师傅投资于两亿元的芯片 叶问之终极一战在佛山西桥正式开机 当天身为主演的袁咏仪也是第一次到拍摄片场 她直言此次的巨资花费真是所言不虚 自己看到这样的场景都很是惊讶连夸厉害 其实我也不是那个年代的人 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 但是看以前的电影跟照片 就觉得这个景真的是好像把以前香港的 那个真的是一比一的就是做出来 我本人最欣赏的就是她那个火车站 对所以我到那个时候我拍那强势的时候 我肯定会拍很多照片给大家看 谭吉在戏中扮演丈夫的搭档黄秋生 袁咏仪直言她很是优秀 很是期待与之合作 自己也会尽力在戏中诠释一种完美的夫妻情意 应该是我第一次跟黄秋生合作 只是我常常觉得她应该不只是一个 很有性格的演员 我觉得她真的是很 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好的 我希望可以跟她一起拍的时候 把两夫妻的那种很深情的那种感觉 可以演出来吧 我也希望在她身上再学多一点东西 当记者问及对此次角色扮演有何要求时 黄秋生这样做出回应 角色很难 难度很高 因为她是一个真人 真的要做艳蜊 艳蜊不是青年时期 那些东西没得作 尤其是武术方面 这种武术我同时没有接触过 所以有一定的难度在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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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